不是投资,长线是金,短线是银,波段是钻石,哪种周期本身没有好坏之分,只有我们自己是否适合,适合的就是最好的。 那波段操作的买点如何把握呢? 今天我们通过主力的视角学习一个中线买入的交易模型,出现这个信号就是中线波段操作的最佳买点。 大家好,我是Terry,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专题课程。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,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。 在今天我们重点会学习股市波段利润,也就是中期操作的威廉MCD模型,WRMCD模型。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所有的内容仅供参考,股市有风险,若是虚谨慎。 好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股票的类型,这个是特斯拉近期的一个走势。 我们会发现在这一个大的波段里面,这个是一个底部的区域,是从396块400左右开始启动。 然后一路上涨到900,仅仅用的是两个月的时间,仅仅用的是两个月。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底部区域,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。 那好,我们的问题是,我如何确定在这个波段上涨之前去买劲,在波段结束之前去卖掉呢? 那我们今天呢,先来解决这个波段上涨,波段暴力的买点问题。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WR,威廉指标,这个它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,在我如何赚取百万美元里面首先提出。 所以对于这个指标来讲,我们是取的两个参数,一个呢是用的21,一个是用42,快速线和慢速线。 那在这个取值范围里面,它的范围是从0到100,那如果是WR,它是0到20,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警示操作要卖出的区域,它其实跟股价呢是一个反向的指标。 如果是80到100呢,就说明现在是属于超卖,我们就要考虑机会考虑买进了,这个是WR的一个了解。 那什么是MCD呢?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,也有跟大家去解释过,MCD就是六彩神龙,它可以根据主动性买单,主动性卖单,还有盘子的大小,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做的主要是哪部分筹码。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,我们就把这个红色的叫做是庄家或者是主力,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热钱,清色的叫做散户,那么其他的呢,线就是它的一个对应的均线。 好,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取值范围,在六彩神龙里面,50是一个强弱的分界线,是庄家是否建仓完毕的一个标志。 那如果是红柱是在25以下,它都是在长市阶段,在市长阶段,如果是红柱能到25呢,就是能庄家开始建仓,到50呢就是建仓完毕。 所以一定要庄家建仓完毕了,后面股价才会比较持续的稳定的上涨。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股价的波段跟WR放在一起,大家看一下它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形态特征。 在前面的这个波段的底部,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呢? WR的这两条线,在高位出现了一个靠近和粘合,然后同时下穿50,同时下穿50,这就是阶段性底部确认的一个信号。 那同时呢,我们结合着六产神龙大资金的一个情况,我们会发现红柱是上穿,紫线,紫线转头向上,也就意味着这一个波段性调整结束,大资金再一次介入,所以后面股价的上涨就会有利。 好,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,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股票啊,是Problemex。 在这一波的大的上涨利润之中,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波段的买点呢? 首先,第一点,它的要点哈,第一点,WR它是要在高位联合,然后同时下穿50,同时下穿50,告诉我们多工商,双方它多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,所以后面呢就是以上涨为主。 另外呢,MCD,它的红柱是多过25个本身,而且红柱是上穿紫线,紫线转头向上,就说明大资金再一次介入,那后面股价上涨就有利。 同时,在这个位置我们会发现,股价是高开高走,突破了这个小平台,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波段暴力的三个操作要点。 这三个都满足这个信号出现,后面我们就可以跟着去买进了,那么后面的这一幅大的利润,我们就有保障。 那下面呢,我们对这一个模型,中线买点,WRMCD的模型,我们对它进行一下总结。 首先来讲呢,我们说波段操作,也叫做中期操作,它的从时间上来看,它的跨度是三周到数月。 那从空间上来看,它上涨的幅度是在几十%到几百%。 重要的阶段呢,就是在阻力拉升的阶段,包括初步拉升也好,还有阻声浪的拉升也好。 这些是我们做中线,做波段投资最好的时机。 同时我们要结合着板块的轮动,还有一些热点来综合去做判断。 所以我们的目标客户就锁定在,第一个是强势板块,一定要注意是强势板块。 第二个是龙头个虎。 最重要的呢,就是有阻力,有庄家在做的。 所以庄家在做的,它肯定是基本面也好,技术面也好,都经过专业的系统的分析,然后才去检查,才去做。 所以我们就跟着就好了。 操作方法,第一个呢,就是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要点。 WR高位联合,然后同时下船50,MCD红柱是多过25的,而且呢是子线是转投向上的,而且股价突破了这个小平台的盘景区间,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去买进了。 但是任何一个买入方法,它没有100%确定肯定会当的,所以同时我们也设定好我们的咨询位,可以把我们买入价的5到10%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咨询位来设定。 所以只要同时满足这两个信号,那也就意味着庄家再一次介入,那么波段上涨继续启动,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跟进去套利。 关于今天的这个模型呢,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做股票这么难呢?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依据,没有一个可以复制的成功的交易模型。 那现在把这个模型给大家,不论你是做短线做中线,包括我们接下来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的长线,你的买点都不再是问题。 好,如果在视频中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呢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留言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也欢迎大家去持续的关注订阅,转发分享,点赞,把握市场热点,东西,阻力动向,我们更多的视频会给大家去继续分享。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,谢谢大家。